自模範棒棒糖出生的阿本 转往幕后发展长达7年 日前才宣布回归荧光幕前 近日女星夏雨昕 破出两人的合照表示 自己一直很感谢阿本 他透露当年iPhone4推出10价钱 对当时的他来说不便宜 因此考虑了很久才终于下单 手机到货的隔天 他录制了阿本主持的外景节目 不料在玩游戏的过程中 队友不小心撞到他 导致手机喷飞到博游路上 荧幕直接彻底爆裂 阿本得知这件事后 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没想到夏雨昕回到家后 在包包里发现了 写着阿本名字的信封带 原来对方将当天的主持费 偷偷塞给他 让他感到很惊讶 随后他试着联系对方 却一直都没有成功 直到阿本淡出荧光幕前 这件事就一直深埋在心中 如今阿本终于回归 也让夏雨昕兴奋直呼 终于有机会说谢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